今天非常荣幸请到Eva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然后Eva作为一个区块链行业的一个资深从业者 我们希望能够提一下她在选择这个行业 然后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所做的事情和一些收获的内容 我是读大学就学着生机 我们是很早06-08年的时候大家都在用PC电脑 所以网页是大家接触最多的 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写一些网页的远程的扫描文件 前后端包括前端JS包括最早的HTML5然后Flashbar这些框架都在用 然后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网页游戏 对业游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业游 大学的时候做第一家业游公司我们五个同学 然后两年的时间把那个卖掉了 卖给一家上市公司 OK 然后后来继续读书 在法国聂文研究生以后然后回国 然后加入了第一家创业公司 然后是做手机游戏的那个时候一二年 二年正好是 美ividade刚好是PC到移动端 手机有爆发的时候 来发动分较 的 So学习无机的音乐 都能踩到节奏了 刚好踩上去了所以也是就是没什么钱的团队 也没拿过投资 我们就十几个人起步 自我造写是很好的 全球我们两年时间发了16款产品 就主要是手机app是吧 手机的游戏 游戏app 然后很多款的产品 有三款在北美iOS收入前三 日韩是前四 然后欧洲跟葡萄牙都是前四 蛮happy的 那比如说像游戏 比如说就我们稍微扩展一下话题 比如游戏的话 比如说你们怎么评估游戏里面的这种一些 可能比如说大家觉得比较耗时间 或者说过于浪费大家的时间 这种 游戏传统游戏里面的时间都是策划设计的 对 那策划我们的讲法 就是它有一个让你沉迷它的一个过程 就像迷宫一样的 因为每一关有多少的时间 有多少的难度 你的boss和master的怪物什么都出来 都是设计好的 这是一个数学问题 对 所以我们并不建议小朋友去沉迷游戏 因为确实它没有抵抗 没有控制力嘛 对 没法摆脱这样的数字 OK 所以我们做游戏 从业游开始到做手游 然后一直都做游戏 也蛮赚钱的 很偶然的机会 因为我是在2014年的时候 在美国去见到了CSA类型的农庄 就是community sports agriculture这样的农场 然后会觉得农场特别的爽 因为城市里长大的小孩 感觉你可能麦子和这些水道都分不开 都没有真实地摸过 只是吃过米的 对 然后那个时候在想一 农业这些东西可不可以用科技去做它 我可能是好奇心比较强的人 也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 我单独出来成立了新的一家公司 叫埃克森尔科技 在中国大陆 那那个时候我们是全球第一个 想把农业从生长数据 到它的供应链 到中端的销售和用户的 customer的数据连结 这样一个产品 但是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个产品呢 因为我们知道13年12年的时候 其实中国的食品安全是很大的问题 它涉及到每一个家庭的消费 小宝宝买的东西 吃的东西安不安全干不干净 那对比就是欧美或者日本 它的食品安全的标准 或者规则和信息的透明化 比我们大陆会更有可借鉴的 一些历史和背景 那我们是做IT的 我们就想能不能有一种数字信息 可以客观的进入 这样的每一个环节的信息和数据 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什么都尝试 包括上游的ERP的管理系统 到供应链的GPS最终 我们还有一个电商 然后终端的数据都采集 我们只是尝试了在某一个系统上 用了一个BTC改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这样试了一年 其实我们也没想通 到底哪一个可以很赚钱 那比如说我插一下话 比如说像这种 比如说你们针对的市场是中国还是美国呢 全球 不是某一个 因为农业它是一个区域化非常强的 对 往往农业的对冲和地域化的产品的流通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然后包括高附加值的 但因为我刚才听你们讲你们这些功能 实际上我感觉在中国的农村实际上都是比较难实现的 没有中国有很多高品质的 高品质的 OK 对 就你针对还是一些高端的一些产品 或者高端用户 对 我们只做中高端以上 OK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确定到Blockchain去做它的农业的供应链呢 是因为我们一直摸石头过河创业嘛 然后在15年的第二季度的时候 我们做了很大的一笔交易 把中国四川昌西的红星弥猴桃 中国四川是红星弥猴桃的全球的发源地 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订单直接卖给了欧洲 欧洲很大的一个采购商 那欧盟它有它的食品安全标准 它在挂果的时候它就会要求 我到我采收的时候 12月1月采收的时候 我要什么样类型的果子 它不能有什么样的违规的农业安全食安的标准 对 那买方呢它是希望品牌商它希望我能够看到你的生长数据 对 实时的远程可以看 然后但是买方又会担心 你这个数据真的还假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区块链就凸显它的特性了 对 然后我们就做方案 我们就做方案 那我们就把这个的数据 它农场实施的数据监控 把它因为每一天我们只采集三次 然后采集的数据包括土壤的PH值 湿度然后阳光还有红外线的波长 那这个部分的数据每天进来之后呢 我们会通过分布式的存储给它一个哈希 对 然后全节点认证 虽然是一个私有的节点混合节点语 那做认证 那这个时候远程全世界找你是参与方买方 你就可以打开你的移动段或PC段 你就可以实施的看 对 而且由于它是blockchain区块链的 我就可以不用担心 对 它是一个假的 你可能看到 打菜 比如说像这种问题 你怎么解决信息输入端的错误呢 就那个数据它本身就是造假的 就比如说你的采集的 比如说你采集PH值 它就把它插到一个你想要的数据的地方去 对 因为它还有一个 就多方数据相互交易 对 它还有一个就是多种类型的数据 从视频到传感到新手 然后除此之外 我想讲的是 很多我们国内外的客户都在问 你可能本身就是采集数据源被动了 对啊 我看到的就是不是说数据本身是假的 对 而是说你的场景和环境是改变了的 对 人为的去做的这个动作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想讲的是 因为机器只能计001 对 你不能让继续去识别人的行为的yes或no 对 所以人的行为永远用 要用法律的契约去规定它 OK 一定是双向的并行的 对 你不能说因为我有区块链 嗯 我有这个数据记录 好我就不要契约不要法律了 那么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些顾客和我们的合作方 嗯 我们一般是会有一个非常严苛的 嗯 合约 合约 对 然后还会有第三方的保险公司 OK 来兜底来参与 嗯 所以是一个四方的关系 OK 那么我们这样去做之后我们发现 咦原来做了从ERP管理系统到物流追踪 到电商到用户数据收集和分析 其实最有价值的是供应链部分 对 然后把它区块链化透明化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创造利润和营收 嗯 所以我们在15年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电商砍掉了 原来我们还做Sales销售 对 所以链条很长 那个时候 所以创业很有趣就是 你就像打怪一样的 最开始的 各种各样的小怪出来 然后把它干掉 然后发现哇大boss来了 然后 然后把大boss干掉 然后发现哇 对 所以我们在16年的时候 全年我们就侧重于做全球高品质的农场 嗯 的国际订单的供应和监控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帮助了很多的第三国家 嗯 的销售 包括中国的销售 还有一些 因为农业是一个非常地域化的产品 对 比如说你法国南部的葡萄 嗯 和这个南非的葡萄 对 让它的品种 就是差异很大 对的 同样的品种 你拿到中国来种 它会改良 不然原品它是种不出来的 所以食物有趣的地方 它是 有生命 有历史 有背景 那消费者呢 往往面临很大的市场选择 他希望知道 我买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 我获得的数据信息 是不是我看到的那样 那这时候区块链就会非常好的做一个 数据信息的透明化 它是一个工具 但是呢我想讲的是 区块链不是绝对的万能的 因为Blockchain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协议层的工具 它下面还有很多的技术是融合传统的技术的 因为区块链从来不是一个创新 它是技术的融合 它里面包含的PR2PR点对点密码学 分布式存储 语言计算 包括语言计算的责任认证 这都是有超过二三十年的技术 但区块链它的有趣的地方是在于 它把不同的技术融合之后 它产生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 并且可以让原本 单纯的一个中心化的利润 或者权利节点 把它下放给每一个参与方 然后你可以降低成本 而且信息透明化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你可以做很多的创新 而且我们会认为这是一种 非常perfect很极客的一种社会 就小时候会幻想就是 比如我们小时候看童话 大灰狼小白兔 然后王子与公主 你会觉得全世界都是很美好的 那再长大一点你会了解到 国家 政治 规则 制度 OK 那么我们做技术的往往都是很 很想去搞一点很新的东西 技术改变世界了 对 技术改变世界 然后你会发现 区块链它可以创造完全不同的视野 和通路 嗯 那这就很好玩的地方 所以我们从14年创业开始做农业 去尝试着 设很多的地方 也磕磕碰碰 到15年摸到方向 对 然后16年 市场做得更大 然后到17年 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反思 我们是否已经遇到了瓶颈 那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它能够做多大 未来10年20年以后会怎么样 然后我们再反观 区块链这个技术 它到底有没有生命力 还是是短暂的一个东西 你可以玩的 那我们就大家开会 我们那个时候团队拉到了一个 小岛上 我们策略开会 就是每个人每天要提 超过100个问题 然后另外的人把他记下来 就是疯掉的状态 开始头脑风暴 我们待了5天 然后我们梳理了 我们创业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包括市场的疑问 包括对技术的疑惑 其实我们常常会自我怀疑 因为你在创业 对 永远不知道明天 会发生什么 那我们就看 其实 在所有的历史的背景上 每一次10年 一个全新的技术出现 然后到它能够 连接的市场商业化 它一般都是10年的一个成长过程 那我们再看区块链最早 在市场上发展的时候 是 我们最早知道区块链 可能就是08年比特币 对 小兽许中本冲 但是那时候比特币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鬼 因为那个时候 我也知道区块链 但是 我并不知道它会发展成现在这样子 我也不是先知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会变成今天这样 没有人能想到它能涨到2万美金 对 这个是它的价格 然后 然后其实还有很多不知道 原来区块链下面的那个技术 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还可以创造很多的财富空间 那这个很有趣的 就像 阿里巴巴打开医生门 然后 全是金币 那当然我讲的 这金币就是通过技术去创造更多的市场 价值 对 然后发现不同的一个领域 那我们就看 其实08年到 17年到 今年的18年 10年到了 10年 那我们就在想 我们是只做一个细分领域的业务服务呢 还是应该加入到整个大的这个 Blockchain的未来 所以我们在17年的7月份就决定 在新加坡设立一个 非盈利的基金组织 就像Lunix服务器的底层一样的 这样一个基金组织 我们去做底层的开发 然后把我们在这个行业 因为我们是做实业服务 业务 那把这样的经验 把它融合到这样的一个底层当中 因为目标是让更多的公司 可以用这项技术 对 然后可以融入到它的业务层 因为我们本身创业就是 我去做这个事情它要创造价值 它要回馈它要赚钱 不然我们活不下去 商业的最基础的 对就很直接的 很原始森林的一种感觉 那你不跑的话就会被人咬死掉 所以 那我们在17年 逆向这个项目就是 Scarry 无欲 那无欲的话我们就会 了解到其实现在的市场 很多的公司都会 我要有区块链 区块链是什么怎么用 那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怎么用以及用了能格 因为我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和利益空间 然后普通的民众就会想 区块链 好像很有趣 它好像很能赚钱 到底是怎么赚钱的 所以大家心里面会包包包很多的 问题疑问会出来 那 做这样一个底层 我们的第一个点就是 我们认为 区块链 它的本质还是数字信息 对 因为在 计算机的领域当中 所有的数据毁掉 都是coding 都是代码 对 那么你要把区块链应用到 这个业务或者社会发展更广的层次 你要解决 首先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怎么让数据上链 然后让它变成 smart contract合约的交易的标的物 所以这是最大的变化 然后第二个点 怎么处理大量的数据并发 这个部分就涉及到 传统的 分布式云存储 涉及到容器的扩容 底层的部分 不然的话区块链 它没法支撑大量的业务 对 对吧 那这是两个核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做的security 项目 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怎么把数据放到智能合约当中 其实区块链从诞生到现在 它有三个不同的点 就是 就它的革新性 三个点 第一个是 写代码 学计算机的马龙 或者屌丝们 从来没想过 我的coding 我的代码 可以变成钱 哇哦 这是童话故事里面 才会有的事情 可能做梦可以梦到 现实很难有 但是确实是区块链 可以创造这样的机会 所以它非常的 非常棒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说 区块链它的智能合约 smart country 智能合约 它就是未来的分布式自制机器人 为什么 因为智能合约的运转和交易 它是不用再依托第三方的请求 对 它我们可以把 什么样的交易规则 和参数 写在合约当中设定 当这样的数据 回到进来的时候 好 我就执行这笔交易 所以你看一下未来 其实我们会幻想 比如现在5G 社会到来了 5G 通信 然后未来的 机器 机器服务 机器人替代员工 大量的数据产生 对 那机器人的安全性怎么解决 那机器人可以自动化的去执行 是否 从现在来看有一种技术 又能够解决安全性 又能够保障它的自动执行 对 其实未来的区块链 真正成熟的时候 它就是机器分布式AI 对 是最好的应用领域 那第三个点就是 在区块链最早的社会里面 就是大家是 在这个 Blockchain的世界里面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你也不知道我是谁 我们只有一个ID 一个密码 当然这部分也是 很geek的 然后也很乌托邦的 很酷了 很酷 对 很酷很炫 就像黑客帝国一样 那 但现在很多 很多就是 加密货币的交易是 需要你去KYC 对 因为我们需要维护 不同的规则和制度 要适配现有的法律规则 是的 那区块链是主要这三个点 那这三个点 它就创造了很多的想象空间 并且可以不断地去衍生 去做业务层 的 东西和支持 那 我们就认定 市场要需求的就是 怎么把这个技术 应用到业务层 对 那对于我们技术而言要解决就是 怎么把分类的数据 把 Data Index 所以 把它变成区块链协议上的一个虚拟的 联合层 并且可以搜索 可以调用 可以交易 这是我们 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 其实它下面还面临很多的技术细节 那这个是需要通过时间不断去迭代和开发的 但是我们通过 接触到区块链 我们也有很多很多城市国家跑 所以会认识到 很多很优秀的年轻的开发者 还有一些 脑袋里面会想一些很神奇的想法的 这样的年轻人 他们会去用这个技术去做一些 很好玩的事情 所以创业就是一个冒险 而区块链给了我们无比 尖利的一把宝剑 可以去试 就给了我们 去 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信息世界的一个工具 也许是更美好 应该是吧 人总是要有希望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未来的区块链大量的使用之后 它是一个协议化的社会 你在写blockchain的协议 其实你就是在制定一种规则 所以 我们会认为 不懂技术或者不了解区块链 真正理解它的 其实政府或机构应该大力的去支持它发展 因为它在写的是一种规则 是一种未来社会的文化 对 一种制度 实际上是把现有政府的治理的工作大大的减轻了 他们可以把一些 规则性的东西定好之后 政府实际上更好地去管理这个社会 对 所以它的应用领域是很广泛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的基础或法律或者规章制度的 OK 它可以用的里面很广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 现在很多国家也是拥抱这个技术的发展 去鼓励它 加密货币这部分很多 包括我奶奶80多岁了 她是学医学的 然后我回家就告诉我说 你知道什么是比特币吗 我说知道啊 他说我们可以搞点吗 我说为什么 听说那个东西就是 像一种很神奇的宝石一样的 永远不会跌 只会涨 我说谁告诉你呢 他说他们晚上去公园散步的时候 大妈们在讲这样一个传说 我说好的 你看一看什么是比特币 所以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那你可能不太负责 因为你作为一个从业者 应该是你告诉你奶奶 不是你奶奶 搞个问题 你应该主动的去让周围的人知道这些东西 我们会觉得跟一个快90岁的老太太 医学背景的去讲区块链有点 好像不在一个世界里 你可以告诉他这个 我们现在有一种更好玩的一种信息的传播的方式 一种完全去信任的一种机制 你不用担心这个你的信息被人窃听 被人篡改 老人家可能 他没有这种需求 没有这样的需求 第一反应就是 宝石一样的东西 而且是数字化的 而且是很神奇的 是永远涨价的 所以这三个点就已经是 会让普通的民众 没有技术背景的民众会觉得这个东西已经 趋之若鹜了 就和比特币最早出来 大家都叫它数字黄金嘛 因为这个更好理解一点 对 这是很好玩的 因为它非常的丰富 从很严苛的严谨的技术的底层 到上面能够支撑 业务 然后到它衍生的 这样一种数字加密货币 它就像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对 这样世界可能是未来的 对 因为未来我们不可能就是拿 比如说我常常在很多国家出餐 我的钱包打开花花绿绿的不同国家的 草票 货币 对 我有时候自己都分不开哪个是哪个国家的 就是 你好 OK 未来其实我们可以完全不用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纸币 因为它要消耗很多的数目 对 我们可以完全把它数字化 但是 我提一个比较简单 比如说完全数字化现有的 那支付宝什么都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支付宝 或者是VisaMaster已经做得很好了 支付宝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 嗯 它本质代表的 国家发行的货币 在某一个区域里面使用的 没有它是可以全球使用的 人民币可以通过支付宝在海外使用 港币也可以 现在支付宝进入香港之后可以 去用 支付宝的香港版在全球使用 也是可以 对它只是一个change 只是一个支付 但是它里面 流动的还是 法币 我们 我们 GEEK可能会认为 国家是不重要的 就是 未来的文化 一定是全球性的 一定是全球性的 对 就是全球性的信息世界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货币 或者需要一系列全球性的货币 不同的通证 对 不同的通证 只要我喜欢它 然后我认可它 就可以拥有它 对 然后大家可以交换 对 就是价值来源于大家的共识 而不来源于某一个社会强制的规定 是的 这个也许是错误的 但是 就是很多年轻人 确实是在这样想的 那 对吧 时代是在变化的 对 也许30年以后没有 没有现金 也许30年以后某一个区域用的都是一种符号 现在大陆已经是了 你打开你的手机的GPS 你的通信 每一个 数字信息 你的基站就给你定位了 对 你就是一个在游动中的数字信息 一个生成员吧 对 然后你也是一个数字资产 对 你的消费率是多少 你的收入是多少 你在哪个位置 你干了什么 我们用Excel表用代码就可以完全把你 无缝隙的描述出来 对 那么在这样一个设计当中 其实 我们就 区块链是非常 吻合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的 对 你是一个数字资产 你可以消费 可以将益 我可能不需要 很多很多的钞票换来换去 我就是一个ID 对 我有我自己的信用等级 你也是一个ID 对 不知道大家看过德国的电影黑镜没有 电视剧 就我们作者 然后他的眼睛里面有一个新片 我的眼睛里面新片 我扫一扫他 然后我们有一个共识的协议 对 你就对我打分了 我也对你打分了 对吧 可能我今天很happy 然后给你打了满分 然后你可能今天心里不太happy 你给我打了一分 然后这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 同时要打taxi 或者我要坐 城市小飞机 然后这时候飞机飞过来了 然后明明我排在你前面 然后不让我上 为什么 因为 你分数比我高啊 这就是他上去了 然后我就很 很哀伤很失落 因为我的数字的钱包或者我的ID的等级我比你低 嗯 未来的社会 人是个机器是融合的 芯片 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很多东西可以做减法 我们更加的依赖于数字信息 然后这样的社会 需要更加的安全 对 然后更加需要 数字信息的真实性 因为从1974年的HTTP的IP协议的发明 所有的传统的数字信息都是通过reserve服务器 然后服务器是在一个国家它有激战 有区域 有范围 它就有地域化 有地域化有文化它就会有差异 有文化的差异就会产生冲突和矛盾 就会有摩擦 但是未来的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 是一个很多的文明一起去发展 然后做交融和融合的社会 那年轻人他会说 你说把我一个 一个很 很小的小孩 你说 禁锢在某一个地方 你只能在这样的文化里 或这样的认知里 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可能是50年前 或100年前 能够做的事情 未来的文化都是交互的 那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 每一个人是一个数字资产 然后它的 流动性 它的收入 它的支付 它本身是一个信用的等级 而区块链可以非常好的 客观的记录这样的数字信息 并且给予它安全性 那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 其实每个人需要一个规则和制度 然后 然后 如果这样的通信和规则 用blockchain区块链去写 是最合适的 对 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在协议当中 就已经记录了 而且每一个人的 协议和合约 是一个平等的规则 那么区块链就是 好像 我拿到一份合同 然后他也有一份合同 然后你也有一份合同 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份合约 然后这合约里面所呈现的内容 它都是一样的 然后 我做了什么 我都做了记录 我今天消费了100块钱 然后我今天 收入了1000块钱 那全世界的合约里面的账户的移动 大家都知道 是透明化的 但是呢 又能够保护你的隐私的安全 怎么做到呢 明明你都知道了 你怎么做到保护我的隐私呢 你知道我有多少钱 那就我们可以做不同的隔离验证 OK 可以把什么信息是要公开的 哪些部分是要做反向加密的 要加盒子的 这都可以做规则 技术在不断的发展 因为它发展的核心是 我们希望能够降低成本 提高效用 对 能够创造一种全新的 文化 或者大家都喜闻乐见的一种 高效的社会 对于做技术的人而言 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科幻的小说 就沉迷在各种飞行船 然后机器人 然后人工智能的社会里面 所以区块链是最吻合我们的想象的未来的社会的空间 因为从现在来看 没有一个技术能够真正的保障数字信息的安全性 对 不可创改性 当然我说这个不可创改也不是绝对值 因为当你拥有更多的权限的时候 你的规则 比如说我设定51% 还是78% 你有更多的权限的ID的选择的时候 你也许可以把它颠覆一次 但相对而言一个中心化的服务器 和拥有无数的节点的参与者 共同拿一个电子合约 肯定是 后者更加的安全 对 更加的透明化 并且它是一个平权的社会 不一定的 因为我刚才听你描述的未来世界 实际上 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把这个世界 纯粹当作一个信息世界的话 像一些人性 一些 比如说我们说的 比较 比较官方的话 这个人文主义的关怀 这些东西在什么地方呢 你的智能合约没法体现了 就回到刚才比如说你举的例子 比如说 因为我的这个分数比你高 所以我就能优先的使用小飞行器 那人的基本权利在什么地方呢 这些智能合约没法做到 智能合约没法做到 因为我听你描述的这个未来世界 好像是有一点点悲观的 我们要创造的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对于我们 因为我们 我们是 就是很崇尚科技改变 社会改变规则 对 但是我觉得科技不是改变 而是升级让我们生活的更美好吧 是不是 美好每个人的理解一不一样吧 但是有一些 通行的一些关于这种人性呢 关于这种 善与恶的这些 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些通行的 就像这些东西我们有没有可能 通过区块量或者数字货币来实现 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 这至少我们目前来想象的 就是说 比如说关于美好 关于这种善良 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没法用智能合约 没法用 传统 我们现在 至少我们现在 编程序啊 这么多几十年 这么发展以来 实际上很难去定义这种人性的东西 我觉得定义人性是很难的 你用技术去定义人性 几乎不可能 但是我们 我们现在在做的 包括做过的 对 技术确实能够 造福于 需求者 比如说 我们在 这个 第三个国家 它有很多畜牧业 对 然后联合国是支持这样的 畜牧业的发展 工业普惠金融 往往 这样的 陆户地区 它的 农业的开户率是非常低的 就银行的 开户率 一般是1.5% 到2.3% 不同的 这个 等级 就它没法享受到 现代金融 给它带来的优势 对 它需要这样的资金 但它又没有渠道 那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们通过blockchain 区块链去确权 它有多少的 牛 它的资源有多少 能够能够从社会 获得多少资金的支持 是的 然后这样的数据呢 又是每天可以更新的 对 那我得到这样数据之后 我可以 给它低额的贷款 而这样的低额贷款 可以帮助它改变它 整个的 产业和生态 从整个大的方向来讲 原本 它可能缺一个月缺个几十块钱 60人民币也许 那它获得了这样的确权之后 我能够给它70人民币 然后它可以通过70人民币 去创造更高的价值 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存在一些 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 比如说你的这个确认它能 每天得70人民币 这个是谁做 这个中心化机构吗 还是说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 还是说什么形式 所以怎么去评价这一个人的信用等级 信用等级是规则的参与方共同制定的 然后再授权给使用者 它是一个混合链的一个规则 对 那比如说个人信息的保护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我这个人我不希望知道 别人知道我信用等级不高啊 这个时候我怎么去保护我的隐私 就是你通过智能合约调用这些数据的时候 你怎么去保护我的数据 只有智能合约使用 不会有其他第三方使用 或者是说最后比如说这笔钱到底是谁付出来的 是一个中心化的机构收集了钱 还是比如说我们以小贷银行为例啊 实际上小贷银行可以一定程度上兼顾这一种 这种就你提到这种需求又能保护这一个贷款人的隐私 是不是 比如说把小贷银行的模式通过区块链 或者通过数字货币方式来做 你觉得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吗 我对传统金融的小贷银行不太了解 那我们现在在做的业务就是通过这样的技术 可以帮助原本需求资金的人 获得这样的支持和帮助 那关于数字信息安全的这个部分 它是一个非常细节的话题 就我在不同的系统当中 我可以在原始的规则上去设置 我要读取哪些信息 哪些信息是不读取的 那这个我们都会知道 现在的数字安全 大家都有这个意思了 对 所以你下载一个或应用一个产品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说明文件 你要授权 对 那所以 如果你希望你的 数字信息不要被乱用 其实你每下载一个全新系统的时候 请一定要打开开里面的细则 这是我们做这个行业的 对 但是其实 做IT行业的往往需要说我想知道更多的数字 对 我才能针对性的去做一些推荐嘛 信息维度 是的 对 这个是一个双向的 对 因为消费者会说 我是不是有很多的信息被你读找了 对 实际上是很担心的 就是因为你刚才的问题 实际上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说 你是跑在一个纯粹的一个智能合约上的一套东西 还是说你需要有个第三方的机构 去运行你刚才提到的这样一套 这个整个的东西 这个逻辑就是说 就回到我最开始想问的话 你就是说你觉得是一个冰冷冷的一个数字世界好 还是说我们兼顾现有的这种 这种这种法律架构体系还有公司的体系 只是说以应用了区块链技术 就你个人评估 比如说回到你刚才的这个例子 就我们现在是想创建一个完全跑在区块链上的一个智能合约 然后每个人把自己家里有几头牛 这个这个有了一些财产放进去 然后去那个智能合约自动给他打出一个分 然后其他的用户选一个 我今天有钱我可以投资 评级大于50%的人 这个智能合约就直接执行了 把这笔钱借给了这一个人 还是说回到传统的这种小贷银行的模式 有人愿意说我把钱借给小贷银行 然后我的利息收的少一点 因为这个小贷银行主要去扶持这些 这种真正缺钱的 然后他们需要一点点钱 能改变他们命运的这种借贷者 就是说你觉得是一种完全智能合约跑的形式 更符合未来的发展呢 还是说一种现有的这种中心化架构 兼顾一点区块链的这种产品 其实就是没有 就中国有个成语叫立竿见影 没有立竿见影的事情 没有 时代的变化和技术的演变 包括商业场景的应用都是循序渐进在推 从目前而言我们所服务的商业场景当中 更多的适合传统的商业做一个融合 不是说我一来我就去所有的服务器 所有的中心化 我制定规则 然后你们通通用 然后通通授权 其实这是有难度的 需要时间的 需要更多人了解这是什么样的技术 也需要参与方合作方更多的授权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区块链它是一个协议工具 它在原有的 还是服务于现有的商业模式 是的 现有的商业模式 但是它在现有的商业模式的演变上 它会创造一些全新的领域和空间 因为它能够创造更多的利润空间 更高的价值 降低了整个运行的费用 然后创建了全新的应用场景 但是我想说的是 未来五年十年之后 也许会是不一样的社会 回到我刚才的话题 你觉得那样社会好吗 我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 你所有的数据 我觉得挺好的 交给一个所谓的智能合约去判断 然后它识别出你这样一个人 机器是非常理性的 人是非常不理性的 感性的 但是我就我想问的是 就是说 你觉得一个偏感性的社会好 还是一个纯粹理性的社会 就回到刚才的话题 比如说我是一个贷款机构 我同样的条件 但是我家里家人生病 然后呢 我有一些其他的条件 这一条件羞于其次 或者说 你的智能合约 根本就不会给我 任何偏重的这种社会好呢 还是说 适当的多照顾一下好呢 就未来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就是说 OK 你是相信规则 严苛的规则 对 还是说给予一个 人性化的一个 一个规则 情意在里面 对 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有一个严苛的规则的基础在运行 对 然后我有一个 人性的 照顾人性的 或者说 人的大脑的决策的 一个共同的委员会去投票 机器的AI的制度的构建 一个完美的社会 我们会认为非常完美乌托邦的社会 一切都有制度 这个规则 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一个投票 去做一个结合 那可能是真正最美好的未来社会 真正的一个人类社会的一个相对 比较符合我们现在需求的一个 足够的 这个自主 足够的兼顾少数人的利益 但是科技也会存在一个非常 非常残酷的现实 就是 它会做大尔文的进化 对 通过科技的选择之后的 未来社会会变得更加的精致 甚至叫更加的利己主义化 而这个利己主义的规则 是参与者制定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政治形态的隐变 那么也充满想象空间 对 所以会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社会 我们会认为是这样的 我们刚刚谈了一些比较虚的话题 就比如说 比如说我比较好奇 然后就比如说你们实际上 你们做的这个食品安全的区块链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已经应用的非常好的一个区块链 在现实商业模式里面的应用 比如说你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问题 或者说你们觉得如果给你们时间重新再做这样一套产品的话 你们会按什么方式来做 还是以前的那一套吗 我觉得现在面临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很多的企业方和参与方 他往往会希望说 你要跟我的传统业务结合 我并不是全部授权给你 对 这是一个问题 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 对 他并不能真正的完全去信任机器 对 而且他也怕他被裸奔在消费者面前 对 他还有竞争对手 实际上不希望竞争对手 知道我的商业规则 所以技术是一个 就是他是一个不断的衍生迭代 然后进化的一个小baby 对 他需要时间去成长的时候 很power很有力量很有影响力 这个时候这个技术 他还是一个小孩 他还在压压许里 他在成长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他未来的空间 因为有更多的从业者在参与 有更多的传统行业 去理解这项技术 并且去应用它 这是一个过渡的周期 那他一定不是完美的 但是去推动他的人 一定是趋于完美主义的 去干这个事情 对 那第二个点就是说 我们去做一项创业 或者一个技术 是不是说 确实是遇到很多问题 我是不是重做一次会更好 那对于我而言 我从来不会去想 我再去重复做一道题 对 我会觉得好 错了就错了 那么我可能会往明天看 不会再回头去看 对 因为错误的经验 也是很难得的 对 你是从复杂的一个系统 做减法 从ERP到供应链的最终 到销售 里面有很多的坑 很多的事情 去做了很复杂的一个工作程序 它是不赚钱的 它可能价值并不高 但必不可少 是的 这个过程必不可少 就是你永远你要学会挨打 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拳击手 因为不断在成长 这是好玩的地方 那比如说我比较感兴趣的 就比如说你们觉得像区块链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 是一个真实可以落地的项目吗 还是说比如说你们以前做的那个项目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或者说有其他的团队如果想做类似的 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们从14年开始做农业 去解决怎么把数字信息对称化 到15年确定就用blockchain区块链 并且做其他的减法优化的时候 我们相信未来的食品安全 如果跟法律所结合 然后强制的使用区块链 基础的一个安全 它是非常好的应用领域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法律的背景 和社会的契约的大的环境的促成 它的推动是相当缓慢的 就纯技术实际上是很难解决现实问题 确实 对技术它是一个普通工具 但是它可以做它能做的部分 但是你不要寄予希望说 我的这项技术可以颠覆整个规则 和社会的背景 这需要时间 也需要执政者 有这样的明确的认知和觉悟说 我要来保障每一个民众的安全 食品 未来身体健康 要有一个规则 一个底线 你的所有的日用品 实际上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对是的 所以这是需要一个整个文化的发展 和制度一起去发展的 技术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它还需要更多的支持者参与 那比如说你觉得创业团队 如果想选这样的方向 可以走下去吗 可以走 但是就是你会挨很多的坑 挨很多的坑 就我们那个时候做 我们大概就是比如说 我们的市场 每天要打50个电话 然后我的小组要去拜访很多的公司 国内外的公司 也许我们往往拜访100家客户 只有两家愿意用你的 嗯 那也不错了 然后半年以后就一家 对 所以它是需要你不断的跑的一个马拉松 对 永远不能停下来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行业了 就做这个市场的开拓者 确实会风险很大了 所以对新人来说 你建议他们做还是不做呢 对新人来说 我想说如果你有看到这个领域 都可以去尝试 可以去尝试 因为市场是很大的 不是我一家做的完的 我们现在看我们当初做的那个想法 就是我会认为用这一项技术 去解决视频安全 它很完美 对方向没问题 现实很骨感 对 那去做的工作会遇到很多问题 可能作为创始人 你甚至会非常自我怀疑 遇到 你会想这个玩意到底活不活得下去 对 这个技术是不是能被认可 能不能用 对 不断的反问 然后不断的去做 然后去走 那现在来看 我们是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选择 因为我们活下来了 对 在活下来的基础上还去想 我怎么下层去做一个 能够服务更多的行业的 这样的一个底层协议 然后加一个组件的工具 就是Scarry它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把很复杂很复杂的技术规则 原代码 对 把它做成不同的积木 玩具 插件式的 按需求去组件 然后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公司和开发者 包括创业公司 它直接可以调用 直接可以构建它需要的业务层的基础 就非常快 比如说我用一个传统的底层 我要去做开发 我要看很多的原代码 我要看很多的历史数据 那这样的学习成本是很高的 我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 我才能刺透它的东西 那如果你用Scarry 你可以在一个月到两个月 基于你传统业务的产品 马上产生一个区块链的应用 应用层 它可以是PC 移动端WAP都会有 这就是一个变化 OK 那我们相信你有了这个变化 参与者多了之后 大家会共同去创造更多的可用的渠道和工具和价值 因为你只有让更多人加入进来了 它才可能更好的发展 能设计出更多更好的应用场景 虽然我比较好奇 就是说你个人看好 比如说你们设计Scarry 你们会预先定义一些应用场景 就除了食品安全 你们觉得未来哪些地方更好使用你们的产品 我觉得第一个要使用的产品是数据预测 数据预测 数据预测 数据预测它属于金融领域 比如说我们拥有很多很多的大数据 财务的行为的数据信息 它的最大应用领域就是预测未来 再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 如何解决它 而智能科学可以非常好的做这样的决策 当然它还需要结合包括机器学习 模型数据的挖掘 然后优化它的商业场景和它的逻辑 然后把这样的规则放到智能合约当中 甚至让消费者自我去选择这样的数据合约 然后让它流通产生交易 那比如说我做了这样一个公司 我使用你们产品 我到底需要做什么呢 你需要做的是 你要有三个人到五个的研发 会看得懂代 对 然后你有自己的业务 有自己的业务逻辑层 你想尝试区块链这项应用 然后区块链能带来什么呢 我给大家讲就是 如果你是传统的服务器 你没有尝试过分布式的存储 没有尝试过点对点的通信规则 你用了区块链之后 你的普通的服务成本 运营成本 会降低基本上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然后它会帮你做很多的数据压缩 还有通信的选择的优化 那这个部分是可以为运营者解决成本的 首先就是说 你可以把平时运营成本降下来 对 然后第二个点 你可以让你的消费者你的用户 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好的服务 然后这个利润空间是让出来的 利润空间让出来之后 它可以让消费者受益 然后你可以获得更多的用户 你可以更好的成长 那比如说我作为一个 使用你们公司产品的人 我最关心的 我的利益在什么地方呢 我用了你们产品之后 我的数据 你是一个私有链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 会不会被我的竞争对手知道 会不会比如说我设计的这种预测算法 被其他人学去了 其实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的底层上面可以支撑 第一个我是一个工友的 Public的公有链 我上面可以支持公有的 决策的投票 全部打开的 我也可以支持Private的私有链 你可以设定规则 你可以设定合约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解密 它的密码规则是什么样的 通信规则是什么样的 谁才有权限 这是属于你业务层的东西 你可以自我去选择 就并不用把所有的数据都放到你们的平台上 我可以完全自我控制的 这是你自己选择自己控制 它依托于你的场景和你的需求 去选择你要用什么样的结构和模块 而我把很多的结构和模块给你放在那里 你就可以像一个玩积木的小孩自己进去找你想要搭建的城堡的模块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OK 明白 那比如说你们现在实际上就相当于是给其他人接触或者使用区块链 做了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工具 那比如说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 你们怎么看待现在区块链里面吵得最多的一些性能问题 一些安全性问题 比如说很简单 比如说 比如我们以以太坊为例 以太坊上的智能合约 很多人使用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写错了 然后比如说这两天导致 我就不具体点名了 有两个代币 基本上就废掉了 他要不发布新的合约 基本上他的整个商业模式就废掉 就是说怎么保证用户在 怎么说呢 就使用过程中相信你们确实能支持高并发 比如我现在 比如我作为一个博彩的一个运营平台 我现在想使用你们的系统 我现在每秒钟可能有10万的用户进来投票 或者是涉及一些支付业务 或者是涉及一些基本的选择业务 就像这些性能问题 还有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一定程度保证我使用你们产品的时候不会出错 或者说这一处有可能是我自己犯傻做的 有可能是你们平台 就是我怎么相信你们一个小公司做出来的一个东西 能够支撑我 比如说以香港的这个赛马货为例 他们敢不敢使用你们的产品 或者说他们使用你们产品的时候 就是你怎么去增强这些用户去相信你们能达到性能 能达到安全 能达到隐私 能够保护 参与 就是他们 实际上回到我刚才的话题 怎么保证我使用你产品的时候 我的商业利益 对 其实这是三个问题 对 第一个就是说 Scarry它的技术优势在哪里 第一个 Scarry现在是在全球11个国家 我们也有超过237位研发 都是在行业里面超过10年到15年的 除非一些做前端的 或者脚本的这样子年轻的开发者 更多的是在行业里面有非常深厚的积累的 在某个领域的geek 极客开发者 我们公司主体是有80多位开发者 其余的是社区开发者 那他们都有非常深厚的技术功底 然后也乐于去分享和构建这样一个未来的 区块链的底层的社会 因为他们相信技术是改变社会的 对 然后我们的底层是一个双链的结构 我个人以前十几岁的时候 是写远程的扫描系统的 那我们对安全的认知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说 安全往往犯错的是写代码自己的人 真的 不是说你被攻击的 你说有人攻击我 这漏洞都是你自己深深弄死的 是的 写代码都知道是你自己挖的坑 那我们的双链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我们一条链就像DNA一样的 DNA它是一个剪辑螺旋 RNA做中间的数字通信 那我们一条链是处理数据 一条链是写共识 这样去做一个交互 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规则呢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全球的央行的系统 中心化的系统 法B的 它的这个控制系统往往都是A跟B的映射 对对 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化的单一的点 肯定的 这样才能保证安全 安全嘛 你在平时使用调用的系统里面 你看到的是一个 某一个 B给A的映射 某一个 当它挖它的时候 B就起来了 所以这是真正的安全的部分 就是区块链一定不是独立的 单一的一个贴满行空的东西 但是基于很多传统的技术的规则 然后做提炼 做优化 结合新的技术方向 所以我们的底层是一个双链的系统 它的结算的方式 用的是闪电的结算方式 所以它可以快速的给你白条 然后一次性结算 然后速度可以非常快 然后我们也是支持更多的 然后我们的分布式节点 是一个弱的弱中心化的服务器 你不可能把大量的数据和共识 全部堆在一个点 对 但是不可能的 永远不可能 它没法解决现在商业要用的 一个工具和规则 然后再者一个点 就是现在很多的传统的基础的结构 还不够的能够支撑区块链 比如说我是否 现在所有的云符 都是分布式节点 分布式的 然后我分布式节点 下面还有容器做扩容 所以我可以做一个伸缩链 对 那这个是需要整个行业 不断的去推进 然后让所有的从业者 有这个认知说 OK 未来的社会的系统 都是blockchain区块链的 都是分布式的 对 都是要加容器困容的 而且是伸缩性的 可以优化 需要更好的技术 就比如说我想举的例子就是说 就你提到的这些东西 确实现在云服务 大家都需要为区块链做优化嘛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个 我想举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能想到的一些 确实和区块链有关的 比如说买票系统 我现在要买票 是吧 那个票比如说很早以前的火车票 有可能是假的 你拿到黄牛卖给你一张票 你发现进不去 一张假票 像这个时候 如果你用区块链来做是最好的 但是这个时候你的高并发性怎么解决 比如说同时有10万个人想抢一张票 这种你说的就是又回到这种中心化的 就是闪电网络嘛 反正我在一个中心化的网络里面做结算 结算完之后你们再去主网上去做清算 是吧 是这是 目前你们的建议方案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看能够快速的大量的应用 应用的是这种 是这样的 那未来他还会做优化 对 因为我的票还是放在区块链上的 我现在一共就3万张票 然后可能因为同时有3000万的人冲过来买票 买票的过程都是在 可以快速的认证 一个扩容的可以随时扩容的一种 对 一种分布式的系统上 你可以现在认证 然后接下来领取 对对 确确 反正就是也是能够支持这样一个很现实的应用情况 对这样就可以处理最高的甚至1秒1万笔 都可以做到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测试情况下 我们是通过六个点不同的国家 对 做局域网的测试 测试情况下1秒1800 1800 TPS 这已经比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价格好多 因为本来我们原来做实无忧就是私有链 对 他要解决很多大型的公司 国际贸易 他的交易 数据信息的确认 还有回滚 数据回滚的检查 其实这都要考虑到的 对的 他一定不是比如说我做一个数据通信 你下面要有一个卡不卡的回滚 对吧 你要把你的流程设计好 什么时候做公司 什么时候做数据通信 然后你的底层的原数据怎么解决 哪些是要上来的 哪些不上来的 然后哪些是要验证的 如果遇到被攻击的情况下 是否还足够的安全 对 你至少数据第一不能丢第二不能改 是吧 这也是基本的要求 对 所以区块链就是这个行业一定是 对技术本身 嗯 他 有一个敬畏度 就我们说你要很专注做一件事情 你可能要有敬畏的心 对对对 我们做这个行业 我们会有一个敬畏的心情 就你永远不可能说我今天就是最棒的 对 都是很谦虚的心态 因为 行业在发展 有比你更优秀的人 更聪明的人 技术在发展 对 很多东西都是在不断的成长和融合的 OK 尤其是软件 软件半年前写的代码 不做跌达 就是废大的东西 就没有用 商业模式商业场景都已经变化了 是的 然后没有任何一个说是一个做软件科技的说 我的东西放在那里 没有应用到场景当中 你说我是一个活着的 很完美的 对 这个谈不上 它最终要放到应用的场景当中 去使用 去服务 对 它是一个技术一个科技 去服务的功能 它会做优化 嗯 去做融合 一定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点就关于这个安全性的问题 嗯 安全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话题 就你不能把安全这个帽子 啪扣在区块链上 某一个东西上 对 你说你区块链就是不安全 它就是一个木桶的 某一个地方的短板就会造成的 那我想告诉你的是 从你的手机的网络的连接 对 到数据的传输 嗯 到你的容灾备份 嗯 到你写工程师的代码挖坑 嗯 每一个点就像山狗的链子一样的 一个扣断掉 嗯 狗就跑了 对 它就会咬人 嗯 那所以安全一定不是区块链一个点上能解决的 OK 它是一个每一个环节 嗯 到每一个工程的参与者 嗯 甚至到一个运营的服务器的管理者 还有运营的运营人员的责任性呢 这个都是很重要 是的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点 嗯 然后包括你代码 有没有做代码审计 嗯 你在部署外网的时候 你是否自己做了扫描测试 对 做了压力测试 嗯 做了代码的漏洞 我们基本上 因为我们团队里面有很多做安全的 嗯 然后我以前很早的时候 对计算机感觉就是 嗯 做一些远程扫描 好酷啊 嗯 我离你很远 我可以知道你所有的试试信息 对 这是很酷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自己做创业公司以后 我们会非常注重代码安全 嗯 像现在很多的这个 可能发了加密货币这样的公司 对 它把自己的代码 自己可能都没有做过安全审计 自己都没有扫描过漏洞 嗯 就开始往外放 嗯 那你不是裸奔吗 对 就开始上主念了 就开始在交易所交易 对 所以这一定是一个 就是你从事这个行业 你对这个技术的背景了解有多深 好的 嗯 做过哪些东西 OK 你不能说我是A 我永远不会去考虑B 嗯 那我们在做A的时候我们会想 诶 我如果是一个想远程扫描你的 对 我要怎么做 嗯 我们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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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双向型的才好玩嘛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有趣的地方 那反正我去看你网络现在这些问题 你们都有一些解决方案是吧 我们都有一些思考 包括去解决它的流程 但是一定不是做完美的 我们相信这个行业 它需要的是更多的优秀的年轻人 包括传统的互联网的开发者 去了解它加入它 因为面临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们认为亚洲的开发者 亚洲的开发者 你往往很难看到35岁以上 还在专注于做技术的工程师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浪费行业资源和精华的一件事情 往往在中国或者亚洲 一个纯技术的开发人 他到30岁他说我要转管理岗 浪费了他十来年的开发设计架构的经验 很浪费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以前我在法国一家很大的IT公司里面工作过 我们的技术总监是白发苍苍的 六七十岁的老先生 当我们的产品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会请他进来 他一走进那个办公室 所有人都刷齐力 无比的尊敬 因为当我们陈述了问题在哪里的时候 他会反问问题 然后他就会思考 然后沟通 公众马上告诉你哪些地方要准备 要检查 而且往往百分之九十九十准去的 所以这就是经验 每一个行业一定就是你要做沉淀 做积累 时间是没法超越的 你的精力 你的知识 是一个沉淀的过程 需要时间积累 就不可能说是区块链一样的 他需要很多深厚的行业积累 你不能说我一个才写大马两三年的人 当毕业的 能够设计出一个完美的架构出来 你说我上海 我两分钟一个ERC 写完了 啪 不属外网 你对其他的技术 通信规则 密码 安全 都不懂 压力测试你 全部不考虑 商业应用场景也不考虑 好 这时候啪 崩了 然后你说 你这个Blockchain有问题 不安全 那不是就扯的恨吗 就一定不是这样的 这个行业到最后发展 活下来 或者能够服务更多的场景应用的 一定是这个行业的Category Kill 就我们讲的细分里面的杀手 你要有一把尖刀 可以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 并且能够有很深厚的积累 技术一定是一个搭带 所以我们也非常愿意做很多的行业交流 也欢迎很多的年轻的开发者 去了解这项技术 其实区块链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应该是年轻的开发者 年长的你也应该欢迎了 而且年长的我们当然也非常欢迎 对我们往往去做技术宣讲或沟通的时候 我们看上一个四五十岁的研发 你会问他 比如我们现在中国区的一个geek技术负责人 就是被我套路进来的 他原来对区块链就说 那是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新东西 为什么 太简单了 为什么你们要去做这个 他会觉得这个很一般 对啊 然后对我就把它说动了 然后让他进来 对 因为技术人员实际上看不到区块链对 商业模式对金融体系的改造 他们以为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工具 实际上不是的 对 所以他进来之后 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他在这个行业有超过28年到30年的行业的累积 从安全通信规则到数据存储变化 他都懂 好 你遇到这个问题 对 他就是一个保障你知道吗 可以挖不断的挖 然后还有新的东西去叠加 所以一个好的团队一定是有非常有深厚经验的 对 这样的老人家 有充满好奇心的年轻者愿意去尝试 也有相对沉稳的 相对沉稳的 对 OK 今天非常谢谢伊瓦过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他在这么多年创业 还有尤其是在区块链行业这些年的一些走过的坑吧 我觉得我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行业之后 首先必须要保持好奇心 第二呢我们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 比如说连长的程序员你们应该对自己找到一个全新的工具 或者说找到一个全新的改造世界和 创造自己更新价值的一个方向 谢谢 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交流 好谢谢 我是觉得blockchain 它可以应用到很多的传统的商业的业务层当中 确实能够带来不一样的一个眼界 对 它可以创造全新的应用场景 是的 对 实际上我刚才跟伊瓦讨论最多的 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 他们只是想把自己的刀磨得特别锋利 但不知道刀也会伤人 所以一定还需要照顾到这个人文主义的关怀 OK 社会充满想象空间 对 对 对 不 不 fulfillment 快…… 述 romance 谢谢观看